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能弯曲的柔型的车轮 听起来多么的不可思议啊 但是就是有人愿意去做这些不可思议的事 米其林呢就推出了一款采用的是ACO2US技术轮圈 这个轮圈呢是米其林与Max Shen Wealth合作推出的他们的铝合金轮骨外围上 加上了一层橡胶材料 才大幅降低了轮胎扁平比的同时 又不至于使轮胎在手冲击时暴胎 我们都知道大轮圈看起来要比小轮圈多一些时尚感 但是面临问题呢就要轮胎比会变薄 因为车身的关心的一辆车 供轮胎工作的地方是有限的 那么一般的轮胎呢如果轮胎比太薄 再遇到坑坑派派的路面呢 就岂有可能发生暴胎 如果还是高速行驶 那么翻车恐怕是避免不了了 这也是限制了许多车主 想换大轮圈又不敢换的因素 正好米其林推出的这款轮胎 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部分车主朋友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不过这样的轮胎呢 想必价格已不菲吧 最了解米其林推出这款产品 主要是面向Benz S机 方马七系等豪华品牌的 因为现阶段的普通轮胎的并没有过时 大轮圈呢也是少数人为了追求美感 而提出的需求并不是必需品 所以如果真的要把这款产品 都放到中间的市场 效果不见得会有多好 但是小编相信 这样的技术能够不了多久 也会应用在一些中端的车型上面 小编觉得技术的终点呢 必须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 现在恐怕是碍于生产成本的原因 只是暂时的面向高端车型 等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技术越来越成熟 生产力成本降下来的时候 价格可以满足大多数车主了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为这款产品买单 谁会拒绝美的东西呢